咱国产新能源是真牛啊 你说还有必要买盒子吗 你说呢 销量排行榜也有盒子呀 我就觉得这盒子都不行 我手里就有一台ID3 落地才12万 真挺好 比亚迪随便挑一个都更好 那你随便挑一个 我正好最近没事干 跟你比比 行 你去停车场等我 我去找台比亚迪汉一威 你给我滚一边去 那海豹 我看你像海豹 老鹏 我来了 这次对了吗 海豚 我这车在德国买30多万 你怎么想拿个海豚跟我比呢 你输了 我们下期再见 什么我就输了 你看都不看一眼 凭什么我就输了 你可以很有情怀 但你不能不分惊鸿造白 我这是紧凑 你是小型 既然你非要一争高下 那咱们就用产品实力说话 你先说吧 看海豹 车头尖尖往下压 原厂直接小低趴 黑色是板加小眼 一看就是海豹脸 ID3 圆鼓鼓的车头非常可爱 同时多少有点萌摔 夜间车标可以点亮 贯穿灯带就是好看 谁也别见 下方还有渐变装饰 对于细腻这方面 ID3明显在孤注一掷 海豹的侧面车如其名 就向海豹入水 半悬浮车顶直接给 与车身同配色的轮圈很有设计 咱就这么任性 你就说气不气 有啥可气的 ID3饱满有力量 和钢炮简直一抹眼 同时渐变装饰 在C柱也有体现 就是为了让精致随处可见 四轮四角的设定 明显就是为了极致操控 关键入门18高配20的轮圈 在SUV中都绝对属于出众 20寸 这么大吗 海豹的车尾 虽然中规中矩 但贯穿的尾灯在这个级别 一定值得赞许 质感很好 也极具张力 ID3的车尾 公认的出色 最大的特点就是黑色尾江二 撞色这事的确很帅 车尾不翘向下压 明显和钢炮是一家 车内的话你指定没话说 海豚多种颜色随便挑 无论哪种颜值都非常高 12.8的可旋转中控屏 不仅科技 而且是越级的尺寸 D-Link的系统 反应毫无尺寸 屏幕下方有个储物格放手机 换档隐藏在按键中 有没有超乎预期 哎呀 ID3也都有 而且内饰的配色 有很多种 不同人的喜好 它通通都懂 10英寸的中控屏 确实美米大 但该有的功能 一个没差 各种手机互联 各种语音控制 再往下看 是一块非常大的储物空间 同样找不到挡板 你是不是也觉得很新鲜 在方向盘和5.3的仪表中间 换档时会让你风度翩翩 皮和织物的混搭座椅 一直都是大众的强项 包裹支撑贴合度 跟高尔夫很像 海豚有2米7的轴距 所以后排空间 一点不要担心 ID3的轴距 可是2765 紧凑SUV 有这么大的 偷掰着手指的数 你自己过来看看 这这么大吗 对了 我有前排无线充电 方便程度现而易见 我后排两个充电接口 你就一个 会不会有点捉襟见狗 这又不是充电宝 管它接口有多少 开起来再说 你先走 我粘你 粘我 海豚的训航有420公里 和401公里 两个版本 开起来的感觉 明显是比亚迪 刻意向舒适调教 太快的加速在海豚上 其实并不需要 ID3两款车型 续航均为450公里 后置后局 是不是更加让人满意 加速特别快 且干脆 红绿灯我都冲出去了 后头的车还在排队 所以 碾上你 也是轻而易举 地盘上海豚 前脉步驯后扭力量 实际表现 同样以舒适为主 绿阵力好的没话说 从此再也不用嫌弃 地上坑太多 货坎之后 也几乎没有余阵 这一点实在让人振奋 不过海豚依然不是操控 舰长的车型 方向轻前 反应不算敏锐 但的确也很符合定位 ID3同样符合定位 以节目名誉担保 ID3像极了刚炮 和海豚不同 用到了多两杆后悬架 兼顾操控和舒适性 不在话下 底盘高级 后重感很强 对于处理烂路的能力 毫不隐藏 悬架收缩得非常快 你们试车的时候 一定要找个解足带 车头响应也很灵敏 总之就是越开越上瘾 虽然ID3将八成精力 都用在了 照顾卧方向盘的人了 但因为支撑非常到位 所以前后排坐着 也不会觉得反胃 高速稳定性也十分出色 因此开着绝对不累 要不咱俩今天哪个平手吧 都一样 我是紧凑你是小型 我续航450 你420 我后之后去 你前之前去 我多连杆 你扭力量 我还比你多了L2级辅助驾驶 主动刹车 主动进气格山 感应雨刷 后排按比例放倒 分区空调 全车车窗一键升降 你就说 我这个哪儿不比你强 哪儿跟你一样 优惠玩 价格跟我一样 气眼疯 你 你来评论里 你选谁 我选 本期互动话题 12万买纯电动车 你会考虑ID3 还是海豚呢 记得评论区告诉我 期待你的答案 互动有理哦 大书据说 给你最实用的数据 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